再来关注机器人产业 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日渐成熟 服务机器人行业也随之快速兴起 在不久前闭幕的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机器人成为了大家的关注焦点 来看一下 身高1.8米 重量57公斤 搭载了神经网络和计算机视觉技术 可以举起一架钢琴的特斯拉机器人 晴天柱首次来到中国与大家见面 在今年举行的特斯拉2023股东大会上 马斯克首次展示了全新的人形机器人 我认为未来我们会有很大量的机器人 似乎它在某程度上会超过1-to-1线 意味着比人更多机器人 比人更多危险的任务 这款机器人小狗能坐一能翻滚 奔跑时速最高可达每秒4.7米 这款机器人大狗可以负载100公斤 适应多种复杂地形 据了解 搭载感知系统的四组仿生机器人 售价从1万多元到几十万元不等 以在农业 工业各个领域落地应用 比如说高层着火了 或者森林着火了 那先用我们的四组机器人探查一下 有没有易爆炸 易坍塌 有没有有毒气体 有害气体 有没有需要被施救的人 那第二呢 他可以去参加一些电力巡检 包括化工巡检 感谢观看